广州车展现场我们在18.2馆的吉胡汽车展谈 那吉胡汽车呢在本次车展上也是带来了多款汽车 那其中被围观最多的一个是吉胡考拉 另一个呢就是我身边这台车 吉胡Alpha T5 吉胡Alpha T5呢是一台电动车基于纯电平台打造的 它的定位呢要低于Alpha T 所以它的竞争对手啊瞄准的是比亚迪的Song Plus EV 那从整个的外观设计上面看呢 这台吉胡Alpha T5呢还是保留了Alpha S以及Alpha T的一些设计 整个设计呢看上去我是觉得比较成熟 另外呢作为一台电动车 它采用了这种封闭式格栅设计 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车头配备了四颗泊车雷达 以及前置的摄像头 车顶呢还有目视摄像头 这台车呢应该是具备更高阶的加持辅助能力 车员尺寸方面这台车的车长呢在4米7左右 轴距呢超过了2米8 那么这么短的一个车长 做到这么长的轴距呢 说明它采用了这种纯电平台 那这种平台呢有两个好处 其一呢就是采用了四轮四角的设计 内部空间呢可以做到对的话 其二呢就是整个的驾驶操控性啊 比一般的电车 或者说有改电的电车要好很多 那传统印象中 家用的SUV的尾部设计呢 都是版本正正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台车 它采用了尾部这种倾斜式的设计 那在突出家用的同时呢 运动化氛围呢也会更好一点 来到几乎阿尔法T5的内饰啊 首先第一感觉呢就是不太习惯 因为它取消了传统的仪表盘 那你如果要获取一些车辆的信息呢 只能从前方的HUD抬头显示来获取 另外呢作为一台电动车 它中国台上面配搭了一个巨大的屏幕 提成的功能呢也是比较多的 整个的操作系统呢 其实跟阿尔法的S跟阿尔法的T呢一样 另外中国台下边这个布局呢 其实跟之前的阿尔法T阿尔法S呢 也是如出一辙 那你如果说是作为疾呼的前车主 来看呢这台车的话 上手的操作易用度也是相当的不错 另外呢就是作为一台家用的电动车 前排座椅的舒适度 我觉得做的也是相当的不错 坐垫靠背很柔软 并且座椅支持多项的电动条件 可以调整到你一个满意的坐姿 来到后排啊 作为家用的SUV 首先呢肯定是关注两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空间的大小 第二呢就是座椅的舒适度啊 先来说空间大小 它的轴距呢超过了两米八 我们可以看到腿部空间非常的宽敞 头部空间也还可以 后排呢可以轻松翘起二郎腿 其次呢就是整个地台呢非常的平整 如果后排坐三个人呢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最后就是你看这个座椅啊 靠背非常的舒服 我觉得这个舒服的座椅 对于这种家用SUV来说非常甚至 谢谢大家